問一下老王 香港今年的處境 他在政治經濟環境社會 那也付出非常慘痛的代價 對 你可以看這個國際的大投行 左邊這個香港二零一九經濟增長預測 是我去找這個第三季 當時的預測 現在已經到第四季 當時預測 你看原有預測是2.5 然後最新預測 左邊這場是第三季 他們就改了 像新漲也就改成不會成長 零個percent 大核是零點七趴 然後零點八趴 這是第三季 可是你可以發現最新 我就抓到這個 這個禮拜最新的調查 你可以發現美鈴美鈴 已經下調是這個負2.1趴 然後彭博也負1.5趴 摩根史丹利也是0.8趴 你可以大幅發現 原本大家都覺得 你勉強都還可以維持GDP的成長 但目前大家看起來 這個局勢越遠越亂 所以投行的全部下降 甚至是負成長 那這個就呼應 港府在最近剛剛公布 他下調全年的GDP要負的成長 1.3% 那你居然去算 其實前幾季還有成長 如果你是全年要負1.3的話 等於這個第四季 正在進行的第四季 單機要衰退3.3% 那這三年半是非常巨大的衰退 所以你覺得香港的局勢是這樣 是非常亂在經濟數據上 那這樣包括這個消費 這個零售部分 零售部分表現得非常差 那零售部分 觀光上次我們也談過非常差 我們看像這個彌頓道 他其實九龍重要的街道 像關姐也講到 他是很多名牌聚集的地方 那你怎麼可能 都已經站成這樣了 代澳性之毒 你怎麼可能會冒著 冒著代澳性的風險 去那邊買名牌 所以這是Bubble 你最新公布的半年報的財報 其實他的營收獲利都表現非常好 但是只有一個地方出現衰退在哪就是香港 香港他是比去年同期 衰退了1400萬英鎊 那在整個在香港 整個他銷售地區在香港 這個原本是8%的占比 也大幅差距到5%的占比 所以你可以發現 他的經營的利潤跟毛利率是往下掉 這是為什麼 就是在香港這個地方出現了衰退 所以我再打一個差 我有朋友 他們外銷這個零售的產品 在香港販售 他說光最近幾個月 萬寧跟屈城市關了幾十家店 然後屈城市跟萬寧 上架很多零售的小商品 通通都經營不下去 所以這一個城市真的很有可能遭受到很大很大的受創 除了剛剛看到的戴奧辛的傷害 實際上整個商業本質的傷害也非常大 對很多人想要觀光 然後順便去買免稅品 現在誰敢去那邊觀光 誰敢去買那個免稅品 要看Burberry什麼時候會啟動他的測場 那我們再看 這個是澳洲會計師工會 他們每一年都會針對這個幾十位 金融相關的這個人 專業人士去做訪問 包括2017 2018 2019 現在最新的資料也出來 你可以發現香港出現經濟衰退的可能性 過去兩年那個問卷 幾乎是沒有人會認為香港會衰退 但今年現在最新的這份有66%的人 認為明年香港會衰退 那自己生產總值GDP的部分 過去從來沒人想到參與這些調查 你看他們都兩%左右 從來沒有人想到是負衰退 結果現在最新的報告也是負衰退 最後一個是香港力競爭力 到底會不會下火 最新的話也是到達7成 認為明年會下火 所以不管是投行 不管是這些專業人士來看 明年香港其實都在繼續 非常一個消退的情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 阿里巴巴交代這談 CNN也講了 阿里巴巴赴港上市 CNN說可能有中共指示 我們上次談過 也許阿里巴巴是覺得說 他要分散風險 因為他衝補需要他下市 但CNN說 也許他是收到 這個中共指示 怎麼說 因為中共 在他官媒有宣傳 他寫一種雪融與水的親情 跟割不斷的緣分 所以CNN認為說 他是一種回家的呼喚 他說馬雲回家吧 然後阿里巴巴回家吧 順便在香港 現在這麼動亂的時候 這個香港股市 需要一個振奮 就是需要靠阿里巴巴的振奮 他告訴大家 其實我中國不只有華為 我現在還有阿里巴巴 是一種宣誓意念